你是钱学森先生吗 是 有什么事 请你回去 你干什么 美国司法部驻移民规划局 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 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 因为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我们美国的机密 我抗议这个践踏自由和人权的行为 你会明白这个抗议的后果的 钱先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百费代星 急需大量高科技人才建设中国 而此时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得知后 也喜出望外 想要急切赶回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经过千难万险 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11年12月11日 钱学森出生于上海 可以说 钱学森一出生就是一位神童 在三岁的时候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诵词 就连大家上小学才学习的加减乘除他都会 因此 当时的钱学森已经算不上是别人家的孩子 是一位有着小小名气的神童 就在他五岁时 已经刻意读懂《水浒传》 因此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种下了要成为一名英雄的种子 因此在1934年 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之后 准备赴美留学 1936年 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硕士学位 随后又去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47年 钱学森已经36岁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功成名就 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批为终身教授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 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建设 而美国的建设和各项设施 已经是全世界的顶尖水平 所以在这其中 也不乏那些不愿意回来的顶尖人才 然而 当时的钱学森却并不这么想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是父亲一直教导他的家训 他怎么可能放弃自己从小的梦想 因此 在海外留学期间的 他也时刻观察着中国的发展动向 当这些留学国外的中国留学生 听到中国的号召之后 纷纷回国 钱学森也选择立即动身启程 想要尽快参与到国家的科技发展中 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 得知钱学森要回国建设之后 立即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 回想起当年的场景 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 丹尼金布尔也曾回忆到 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 都敌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我们宁愿枪毙钱学森都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为了阻拦钱学森回国 美国将其软禁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 而远在上海的老父亲 钱君夫得知儿子的处境之后 在伤心之余给儿子写去了一封信 鼓励孩子要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 在被软禁的那段时期 钱学森谨遵父亲教会 坚持要回到中国 在海岛上 他并没有灰心丧气 反而在住所里完成了 经典工程控制论的综合 创立了以控制论命名的工程控制论 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 讲述工程控制论的专注 开创了新的技术科学 因此 钱学森也成为了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但是此时的钱学森依旧被限制行动 周围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在监视他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商量 好了到一家餐馆用餐 按照计划钱学森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制开 蒋英则在上洗手间的间隙给外界传信 就这样 远在比利时的妹妹收到了姐姐的来信 在信件上 蒋英表示可以将信 转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淑通 而陈淑通收到信件之后 立即将其交给了周总理 准备立即寻找解决办法营救钱学森 1955年8月1日 中美大事级会谈在瑞士召开 为了能够释放钱学森 我方不惜释放在朝鲜战争中 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 希望能够对此次谈判有些帮助 随后 在进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 在周恩来的授意下 中国代表王炳南直接提出了 钱学森被扣留在美国的消息 在王炳南的严厉要求下 美方代表终于不再逃避 同意放钱学森离开美国 1955年8月4日 被软禁多日的钱学森 终于收到了回国的通知 他立即订购船票准备启程回国 当时的那一班上只剩下经济舱的票 但尽管如此 钱学森还是决定立即回国 不仅因为他待在美国 可能会引起什么事端 更重要的是 现在正值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所以他一刻也不能耽搁 一定要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 就这样 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 以及22位留美科学家 离开了美国 钱先生 我还是要再问你一句 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出导弹 陈根将军 美国人能造出来 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上个大王子 当然能造出来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955年初秋的一天 钱学森一家终于乘船 抵达乡大 随后又搭乘火车 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而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钱学森终于冲破层层阻碍回国后 立即给内容真远大打去电话 叮嘱到一定要好好对待他 要在政治上关心他 生活上照顾他 安全上保护他 而当钱学森刚刚回国的时候 对国内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是很了解 因此他想要了解之后再对症下药 于是中央决定先安排他去东北一趟 因为那个时候的东北是全国的工业中心 对于钱学森去东北考察这件事 中央特别重视 甚至还给东三省发去了电报 要他们以高规格接待钱学森 为了照顾好他 中央还特地点名由陈庚大将负责接待 那个时候的陈庚正在北京 得知消息之后连夜飞回了哈尔滨 读见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 陈庚不仅陪同钱学森参观了东北的各个科研机构 还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欢迎晚宴 在那个时代 导弹是一种新式武器 而陈庚也注意到了这一武器 他想到如果能够制造出来这样的武器 对国家的军事建设一定是一项突出的成就 于是在这一次的晚宴上 陈庚向钱学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问道 钱先生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够制造导弹 对此 钱学森没有丝毫犹豫 直言 有什么不能的 外国人能造出来 咱们中国人也一定造得出来 听到钱学森的这番话 陈庚大将很是激动 而钱学森的这句话 也为中国的导弹事业带来了曙光 在钱学森为国忙碌的同时 聂荣真一直谨记周总理教会 时刻关注着钱学森的日常生活 不仅时时刻刻注意着他的安危 为他解决许多安全上的问题 同时也关心着钱学森的吃饭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 也是军事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时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 国家领导人也带头不吃肉 当时的聂荣真想到 虽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 但是决定不能让这些科学家饿肚子 在聂荣真的号召下 各个军区勒紧裤裤腰带 将全部的食物都节省了下来 将肉 鸡蛋 豆油等食物 全部送给了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为了保证科学家们的营养 聂荣真只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郑维山安排在内蒙的部队 为科学家打黄羊肉 甚至还特别命令这些肉 谁都不许动 全部留给科学家 而钱学森也知道国家对他的照顾 不过他从来不觉得 自己是多么重要的人 也从来不搞特殊 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候 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 聂荣真想方设法 为科学家们补充营养 为此 聂荣真经常给钱学森 送去很多食物 嘱咐他一定要注意身体 多补充营养 有一次 聂荣真给钱学森 送去了一些猪肉 而炊事员看到钱学森 为国家日夜操劳 最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 于是 便给钱学森 做了一碗红烧肉 而当钱学森看到这碗红烧肉后 一向平易近人的他 却阴沉地批评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 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 连毛主席 周总理都不吃肉了 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 党兴到哪里去了 虽然他知道是聂荣真在关心他 但是他也认为 自己也愿意和全国人民渡过难关 不吃肉 不仅如此 他还将自己出版的著作的 全部稿费 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国家 希望能够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聂荣真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敬重的一位同志 一直到七十年代或者二十年代 我们一直是在聂荣真同志跟周恩来同志 他们两位直接领导我们 1956年 钱学森参加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而钱学森与钱伟长 钱三强一起 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前 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在钱老为国家操劳的同时 聂荣真始终都关注着钱老的一举一动 有需要就解决 那些钱老想不到的事 他也能全部想到并顺利解决 因此 私下两人也经常来往 聂力是聂荣真元帅的女儿 因此 很早就认识了钱老 当他回忆最初见到钱学森时的场景 也曾说到 在早年的接触中 刚开始觉得面帝是世界文明的大科学家 那个时候有些紧张拘束 但在后来 在慢慢的接触中 他了解到钱学森 其实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 相处久了就知道 他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 每当周围的人遇到什么科技难题 去请教钱老的时候 他总是会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出来 就连那些外行人都能懂 1987年 已经步入晚年的钱学森 经过多次请辞 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而在几年后 聂力成为了钱学森岗位的接班人 虽然钱学森已经退休 但他却也时刻关注着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经常与聂力保持着书信联系 对于一些研究问题也会提出建议 1992年 钱学森在半个月的时间内 连续给聂力写去了两封 关于国防方面的信件 第一封是关于建立自动化未来工厂的问题 在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高科技的研究 因此钱学森指出要形成系统的系统工程 就要建立一个自动化工厂 所以希望聂力能够尽早考虑 推进高科技研究的成果 第二封是关于我军边防哨所 以及雷达战军人的生活问题 他考虑到那里的生活比较艰苦 因此也提出用自动化无人港站的解决办法 从1984年到1994年这十年间 钱老给聂力寄去了16封信 在这16封信中 钱老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顶尖科技的问题 也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而这些在钱老看来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两代一星的工程中 聂荣真元帅和钱学森都是两位必不可少的人物 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 他们在私下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聂荣真管理科技工作之后 也曾公开表示 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 企务员 我资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 然而 正是在聂荣真元帅这样的勤务员 为钱学森等科技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 才能够潜心研究 创造出了两代一星的瞩目成就